茶碗蒸 沒味道 失敗 魚肉不夠鹹 失敗 用飯太黏 失敗 就是太少醋的味道 因為一個成功的醋飯是要能夠解膩的 解魚肉的膩 那如果一個醋飯 醋味不夠的話 那怎麼能稱作醋飯 可不可以看一下我等一下會被打 因為我今天來就是要來驗證 Paul已經沒講錯了 他的確沒講錯了 我覺得太客氣了 我只能說 Toys說的 是對的 歡迎各位收看今天的 新美食公道播 日前網紅Toys來到超哥餐廳吃飯 因一句醋飯能吃惹怒超哥 Toys要超派鐵拳打破頭 事件引發聲然大波 對此網紅尼克星特地化身新美食公道播 來到超哥餐廳看看醋飯到底味道如何 不能在裡面吃了 我們人員也要休息 三個半小時 然後還要懷疼 還要懷疼 如果他外帶的話 他可以早一點講 對我覺得早一點講 可以 那我帶他去吃可以嗎 你要用味道去吃嗎 對啊 可以嗎 我剛剛看你我們去做成功的 好 好 如果不方便沒關係 有時候做人 體會一下別人的難處 這個是他們的四色鮭魚丼 先喝口湯 可以擦三隻手捲喔 茶碗蒸沒味道 失敗 魚肉不夠鹹 失敗 海膽有腥味 失敗 飯太黏 失敗 最離譜的就是這個鮭魚卵 沒有鹹味 失敗中的失敗 蝦子蠻好吃的 蝦味很濃啊 來探討一下 最為人詬病醋飯這個問題 就是太少醋的味道 因為一個成功的醋飯 是要能夠解膩的 解魚肉的膩 那如果一個醋飯 醋味不夠的話 那怎麼能先做醋飯 可不可以看一下我等一下會不會被打 我怎麼會怕 我在等超哥啊 旁邊的位置是我留給超哥了 我們來一場男子漢的談話 到底為什麼人家講出他的意見 你就可以唯有別人了 醋飯就很一般 現在這個店長一直欠不在做我耶 東西難吃也要吃完了 但我們只要看得到下面來的人 萬一突然衝出幾個黑衣人 大家其實先幫我抱緊 不是會怕 是小心為上 超哥有一句話說得好啊 我的師父做了20幾年 東西怎麼可能難吃 然後我這邊 同理可證 我阿欣全打了快10年 全怎麼可能打得不好 怎麼可能處理慾勝 幾隻蝦 蝦子還行啊 它蝦子都不錯 其他的話就 你倒了 蛤蝦不夠鮮 失敗 鮑魚口感不錯 台灣人的友善不是說 吃東西鹹不好吃 批評你 你就要找人扁他一頓 台灣人友善不是這樣 反正很難吃 如果阿欣有什麼萬一 請大家傳承我的精神 何必飯沒吃完 因為我今天來就是要來驗證 Paul已經沒有講錯了 他的確沒講錯了 我覺得太客氣了 這塊魚就不錯 我們有話直說友誼 所以 絕不在餓室裡面點第一套 你們有那個 我想點那個隱藏菜的 之後反而會有 我是說超派點 之後真的反而會有 真的會有 你覺得還笑還笑嗎 真的有 真的喔 那等一下會送 想要嗎 吃完了 我真的說 頭椅子說的 是對的 謝謝你那個 內用 不是 師傅已經休息了 不好意思 謝謝師傅 這我比較不好意思 沒事 雖然東西不太好吃 但是 不太好吃 OKOK的OK 一開始我的確是 想要故意講難吃一點 看會不會有人要扁我 所以可以看到我一開始就 欸這個 失敗終於失敗 最後是安全離開 重點就是觸犯嘛 因為其實頭椅子 其他也沒說 重點就是說 粗飯超難吃 那是不是超難吃 欸真 他媽的難吃 我自己認為啦 不是一個合格的粗飯 因為沒有辦法 解膩 然後我吃下去 口感感受 也不是那麼的好 我覺得TOYS其實也沒講錯啊 他只是比較直了一點 這種餐點 要我排三個小時 要我排三個小時 要不是為了你們 要不是為了兌現承諾 我才不會來了 排三個小時 給我吃這個 欸 你們要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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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不是找我的 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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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看